我是Beatbox的Naga 哈囉大家好我是Echo 歡迎回到Beatbox一朝一教學 跟我學Beatbox不走冤枉路 學會了Beatbox別人好羨慕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邦歌鼓 或者是非洲鼓 英文就是Bungo Drum 那這個Bungo Drum會放在很多的音樂類型 像是雷鬼洞音樂 現在很流行在拉丁美洲的音樂類型裡面 我們稱為雷鬼洞 Reggaeton 在這個音樂類型很常使用Bungo Drum 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怎麼做呢 跟我唸 舌頭中間的位置發出 這是舌頭的話 這個位置 它會頂到上顎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我就要你幫忙囉 把舌頭縮回來 然後一樣是唸咳咳咳 慢慢往後拉 是慢慢往後 慢慢往後 到不能再厚的地方 發出 咳咳咳 這樣就有一個空間感對不對 對 這個時候加上 的聲響 就是 哼一下 融合在一起 這是第一階段完成囉 這也是一個Bungo Drum 那如果想要更多的變化的話 可以再加上這個位置 舌側 舌側 就是同一個位置喔 舌側 碰到舊尺 這邊 卡在一起 那同樣唸 咳咳咳 就是剛剛這個位置發出的聲音 只是貼到舊尺 它就會產生這樣的聲響 那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就是已經 成為半憋氣的狀態 它沒有 吐氣也沒有吸氣 那加上 咚咚咚 嗯嗯嗯 這個聲音的話 它就會產生 產生第二個聲響 那前面兩個聲音 嘴巴沒有合上 第三個聲音 我們把嘴巴閉上 就多了一個悶音的一個聲音 悶悶的重音 有一個鼻音悶音 就有三個不同的變化 接下來進入節奏 我來示範一次 我那個聲音有一個是KG 有一個是KM KG就是用 嗯嗯嗯的聲音去代替 嗯嗯嗯嗯嗯嗯 就這樣 嘴巴沒有閉上 那KM 就是有 閉上嘴巴的 嗯嗯嗯嗯嗯 這樣子的一個差別 好 再示範一次喔 節奏放慢一點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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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節奏會更細節更快 我來示範一次 那我接下來就希望大家是可以第一段跟第二段各做兩個八 然後把它串在一起 我也來示範一次喔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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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們來做一次 今天的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這支影片或是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知道該怎麼做了吧 如果有任何學習上的問題 請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我是Echo BBOX一週一教學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見喔